中国解放军14日在台湾北部 东部南部和台湾海峡北部 举行联合力舰2024B为台军演 以武力威吓台湾民众 演习落幕之后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15到16日前往福建省 漳州厦门的乡村 红色教育基地 文物保护单位 自由贸易试验区等地进行考察 真心的祝愿你们日子越过越红火 福建省与台湾隔海相望 厦门距离金门更只有几千公尺 习近平在考察过程中表示 福建要在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 新路上迈出更大步伐 促进两岸文化交流 共同弘扬中华文化 增进台湾同胞的民族认同 文化认同 国家认同 除了对台湾人民喊话之外 习近平也不忘对美国释出善意 他15日透过中国驻美国大使谢峰 向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 2024年度颁奖晚宴致贺信 不过部分专家学者质疑习近平的说法 美国之音引述美国前国防官员说法指出 中国的示好往往不持久 美国需要听其言 观其行 华日新闻刘竹 张世奎报导 哈喽 我是蓝亚 想要抢了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 赶快订阅按赞 开启小铃铛 锁定华氏新闻YouTube频道